第五十五选区州众议员张玲玲 今日连同了多民众议院的共和党党团议员 与富勒顿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呼吁民主党的领袖要快速通过 由共和党所提出的交通计划 这个计划提议将州政府66亿的年度交通经费 修复加州的道路 代表共和党的众议员张玲玲表示 这份名为修复加州的道路的计划 不会增加纳税人的税 反而是利用州政府66亿的年度交通经费 以维修道路 张玲玲指出 虽然计划已经出路 但人需等待民主党领袖同意通过计划 而民主党却仍未做出任何行动批准计划 因此借记者会呼吁民主党领袖 快速通过这项提议 6月份推出的修复加州的道路计划 不仅不增税 而且将给予加州州政府66亿的年度交通经费 另外一半的钱将给予地方政府 来帮助地方的交通建设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